柯振东日前传出 他拍摄新剧时发生严重意外 不幸遭到无人机炸伤 面部受伤 需要缝合20到30针 经理人亦承认意外 造成柯振东面部严重破伤 消息震惊娱乐圈 很多粉丝也担心柯振东的伤势 而其实早在元旦日 柯振东就曾经出post 写上新一年 希望自己能回到过去的模样 至于有关报道传出后 柯振东就在社交平台出了两个贴纸 分别引用两套经典电影 和动画的金句 先是将经典台词改写 写上愿元力与我同在 另一张照片就写上 我很快就会回来 再配上男主角说出 因为我是天才 似乎柯振东想报平安 要大家无需担心 至于剧组期后也有发出声明 还原事发经过 只在去年12月27日晚 拍摄现场确实发生无人机事故 而片场都有符合拍摄安全标准 和做好防备措施 包括无人机都有螺旋掌业保护罩包覆 强调现场并没有发生无人机爆炸 热片四射的状况 声明又说到 不明原因之下 造成无人机意外撞到柯振东 练步拳骨区造成受伤 当时剧组紧急将演员送丸 而柯振东经理人 其后也有安排做较细致的处理方式逢针 剧组又说对柯振东和经理人感到相当怀陷 以及抱怯 目前正积极调查意外发生原因 至于身为男主角的柯振东 戏份已经暂停拍摄 会等到对方完全康复 才会再回到剧组工作 其实片场意外时不时都会发生 而说到演员因而面临破伤 最令人印象深刻就有以下事件 而010年 Selena任家圈在上海拍剧 就因为剧组在爆破场面时失误 她和男星鱼浩鸣被严重烧伤 背部同四肢 一共超过一半面积 被深度却伤 身心都受到很大冲击 Selena经过长时间才传誉 至于林青霞30年前拍摄电影时 也试过眼角膜被触战拆伤 青霞忍痛完成当日气氛后 就立即从敦煌赶返香港 青霞当时一直哭着返港 她形容自己哭了大半个中国 也因为意外留下阴影